《青虎》 《青虎》 威威大臣 森森松柏 宗正平和的雅跃中 2009年度的清明祭孔大典 在山东渠府拉开帷幕 说起来中国人的祭孔 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78年 也就是孔子身后的第二年 当时为他主祭的是极贫极弱的鲁埃公 其规模用度排场 今天想来当十分窘迫 此后汉高祖刘邦过鲁 以太劳祭祀孔子 使开皇家祭孔之先河 又过了多少年 汉武帝霸出百家 独尊儒素之后 孔庙如雨后村村般 涌现在中华大地 祭孔大典终于登峰造极 应该说这是一个奇迹 一直以来 中国人祭天祭地 祭日月祭鬼神 而两千年不间断的 祭祀一个肉身的人 并且这个肉身之人 又非富非贵 非清非故 而只是一个难以入流的教书先生 是什么支撑着中国人的热情呢 我们走进山东大学 造访了对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造诣颇深的庞普老先生 按照李治的规定 一般是一年两次 春天就是在清明 最高的 最浓重的唐宋 原来很奇怪 原来这是个外族人 但是他给孔子的封号 给什么都是相当高的 相当高的 包括在封号大臣自身文宣王 是王啊 不是宫也不是宫 大臣自身 最深之身 以后一直就没有动 祭孔典礼的遗规 历朝历代各有出入 但无不寻礼而至礼作乐 清顺治时期 祭孔寺礼的规格被再度提升 已成为国之大典 但是到了1919这个时候 就是五四运动的时候 有点麻烦了 民间主要是青年 起来反恐的意识和行动 就闹腾了一阵 再后来的 就在民国是1949年以后 这情况我们都知道 现在看来1949年以后 我们对的孔子 实际上就是五四运动的 延续 延续 现在就是先是家纪 现在恢复公纪 公纪是县一级的 是省一级的 还是国家级的 现在没有 现在对皇帝的纪事 是国家纪的了 对孔子的纪事还没有 但是它毕竟是一个公纪了 是由政府主导的 那么这实际上也是表明了 一个对儒学 包括对孔子个人的 一个态度的转变吧 对对对 最根本的问题就是 对中国传统思想 传统学术 传统文化的一个 不同的态度 具体的落实到孔子了 会有疾控 他们随着变化 因为大概在 21世纪或者21世纪前夕吧 那时候确实我们 发生一种信仰上的一种 有人说信仰危机 也可以说是信仰危机 对 就是我们的信仰 产生了混乱 过去趁金信仰的 基地主张的 现在发现有问题了 过去曾经批判的 基地反对的 现在发现里面 有的有价值的东西了 所以有这样一个颠倒和变化 首先是在民间 民间 对 在民间发生 然后在知识界 对对对 政府当然也感觉到这问题 政府当然他也感觉到 我们用什么样的思想来统一 这个十三亿人口呢 对 是不是 那么最后发现 这个孔子的思想 还是有作用在中国 在中国就快到地上 而且在民间生命里 还很强 在民间生命里很强 你稍微给点余地 它就会活动得很好 对 当然它也会有些负作用 也有些不健康的东西 对 但是主要的主流 那还是好的 是好的 是确定中华民族 只属于为这个样子的 中华民族的 对 一个特殊性的东西 就是它曾经塑造了 我们中华民族的 对对对 文化 包括塑造了我们 每一个中国人心里 两千多年 两千多年 你看世界上 别的远古文化都断了 有的就消灭了 有的断掉了 只有中国这个传统文化 它不仅不消灭 它一直 一直延续下来 一直延续下来 对 这是一个 它一定要它自己的道理 对 公元前551年 孔子出生在春秋末期 鲁国周易的昌平乡 在今天山东省区富市东南 相传现在的这个鲁园村 取名鲁国之园 就因圣任孔子出生而起 这里有一个碑 叫古昌平乡 是 孔子生2475年 今年是2560年 对 现在20年代 上个世界20年代 1924年前后 对 1924年 康有为题的 那后面那一座石头山就是 那就是尼山 从这边过去 那就是尼山 在尼山呢 留下了孔子 很多这个出生的一个传说 当时就是说 孔子的父亲和他的母亲 在这里倒于尼丘山 倒于尼丘而生孔子 就说 孔子的母亲和他父亲 那结合本身呢 就是为了生儿子 对 然后呢 就是他们就据说 到这里面去洗澡 所以那个尼山啊 叫倒于尼丘而得孔子 所以孔子明秋 对 孔子明秋 自中尼 尼呢 就是尼山 远看尼山 中间下凹 两风凸起 正形似画像中 孔子的脑门 尼山脚下 有一个父子洞 古人打趣说 正因孔子 进过尼山的 这个小石洞 才有了 这样的外貌 与智慧 后来把孔子神话 说孔子长得比较丑陋 父母呢 就这个母亲 都不想要他 但结果呢 被一个母老虎 就这个 闲在这个洞里面 这就是这个 关于孔子 诞生的一个传说 就是孔子小时候 是喝过湖来的 这个 当然了 就是说 这个事实啊 是后来一种 符会的说法 说孔子母亲 这个怀孕的时候 曾经梦见 这个吴老 吴老风 后来得着尼山之圣灵 说这个 后来呢 说还梦到 这个两个龙 两个龙 后来呢 就说这个 什么 这个有一个说法 说孔子啊 是这个龙生 什么 这个 胡养 鹰打散 说这个 把他弄在里面以后 还有鹰来打散 当然这些 都是关于 孔子的临于传说而已 应该说啊 从文化文明的角度的时候 这就是中华民族的 一个圣地 对对 毫无疑问 这是一个圣地 是是是 孔子生活的年代 玉虎文灾的周王朝 已经日搏西山 酒井不知去向 三里流失民间 是为礼崩乐坏 可以想象 那个时候 严必称文王的孔老先生 在旁人看来 一定是保守 没落 不合时宜的 的确 对于流行于诸侯间的争霸游戏 孔子 持激烈的批判态度 他确实是要复古 在他看来 周知里所代表的传统秩序的 内在价值 经过宿代传承 识人仅仅是在习惯性的 机械遵守 而不问其背后的意义 为此 孔子提出人的概念 再一次从人性的角度 发掘填充里的泪涵 克己福利 仁者爱人 一个理想的社会 应该崇尚礼乐和仁义 提倡忠术和忠庸